它在航母上第一次起飞 是我操作的 是我放回的 这个意义对我来讲 足以荣光一倍 这一天距离航母入列 看着五线红旗在迎风飘着 我们的新型的战机 在那开着车 马上就要进入起飞位 好 最后准备 一次又一次进入没有标准答案的考察 因为歼35跟歼15 它的宽度不一样 那你起飞来讲 一定后面有挡板嘛 那比较宽的飞机 就像我们汽车轨道 这火车的轨道来讲 一个宽轨一个是窄轨 那歼35比较窄 你这个轮子还是要有挡板挡住 那会不会在这方面做这些 譬如说做这些修改 然后配合歼35 可以在这个辽宁号 或者是山东号可以起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有可能是说 当然它那时候成军的时候 到现在也十几年了 电子战装备都已经老旧 航电装备啊 现在如果说是这次来讲的话 它展示新战机 那新战机有哪一种 那除了歼15 能够在航母上面起飞的 也就是不可能是空井600嘛 空井600更重不太可能 所以说很可能就是尖山术 已经上这个山东号或辽宁号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变换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钢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